《佛说阿弥陀经》 今天我们继续讲《佛说阿弥陀经》 今天我们探讨一下佛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一点概念吗 我希望大家把我以下所讲的都记住 你就可以告诉别人佛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义在哪里 现在你想一想 如果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释给人家听 你马上就有一个小概念在脑海里面 现在有一个小概念 我会这样解释给别人听 什么是觉 什么是佛 以下是不是你概念里面解释的方法呢 我们探讨一下 你在你的思维里面要怎么解释 现在我是怎么解释 你只把两个不同的思维连起来 不是这样强大吗 所以我们看看 探讨一下 如果我要解释什么是佛 我大概会这样解释的 第一 佛的意义 我们要从事项里面看佛的意义 也要从理体里面解释 你们看佛的意义 从事项里面我们探讨佛是自觉 觉 觉悟的觉 觉悟的觉 寂觉 觉他 寂觉 觉他 觉满 这是从事项里面解释佛 他自自己的觉悟 佛是从人去圣着圣人 有自己 有我 就是有人 有我 有自己 有他人 自己跟他人成为是个事项 从事项里面讲讲 寂觉觉 觉悟了 既觉觉他 不但自己觉悟 还令别人觉悟 有致他 既觉觉他 这个觉的行为觉恨圆满 那就是佛了 简单来讲 从事相这样讲 但是什么是既觉 什么是既觉觉他 什么是既觉觉他觉满 我们还有解释的 现在不跟我告诉你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解释 这个很不容易的 你解释每一样事情 我用什么方法 我从哪一个觉度去看佛 我们从两个觉度 从事相里面 phenomena 从离体 nomina 里面看佛 离体怎么看呢 离体 板觉 始觉 究竟觉 它是觉悟 离体里面是有一个觉字 是觉悟的觉 所以从离体里面是板觉 始觉 究竟觉 好 我们从两个方面探讨 那我们先从事相里面探讨好不好 好 什么是觉 佛的意义 我们从事相来讲 什么是觉 佛 佛 什么是佛 佛的意义 佛的传名是佛陀 我们汉字 再到梵语是Buddha Buddha 是什么意思 觉悟的意义 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 觉悟到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 Dha 就是人 觉悟的圣人 那么这个就是Buddha 从梵文的解释 那么这个觉悟有三个意义的 现在我还是从相里面讲佛 从相里面 还没有到离体里面讲佛 从相里面讲 觉悟有三意 内怀修道成佛之愿 经过努力的修行 破尽了三界的见识祸 超脱生死轮回的抉择 这个就是拒绝了 但是如果心里看这一句话 你不一定懂的 什么是心里面怀着 一个修道成佛的愿望 他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要广度一些众生 度众生 断烦恼 学法门成佛道 他内怀要成佛之愿 但是他要经过努力的修行 经过多少时间修行 这个数不清 可能是三大阿生十节 也可能是一节 两节 三节 也可能你不要 我经过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这一生也没有希望 不一定 也可能是上一生你已经修了很久了 这一生你可能是不到一生补处 你这一生可能要出国 你修的今生就要出国 出国你世世回来 你就阿罗汉 你不会看清自己 经过努力的修行 破了三界的坚实祸 什么是坚实祸 我们再探讨一下 什么是坚实祸 他已经破尽了三界的坚实祸 他就觉悟了 他再进步 更进一步 不但内怀修道成佛之愿 更加外形不失利他之事 破尽了三界内外的坚实祸 沉沙祸 超脱生死轮回的觉者 这个是自觉觉他 这个意思自觉就是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许多华国 四国 阿罗汉国 阿罗汉国 那个意思是自觉了 他破了他的烦恼障 他已经可以超脱生死烦恼了 他已经破尽了三界的坚实祸 坚实祸是什么 你就知道的 坚实祸是什么 你知道的 罗汉怎么破坚实祸 更进一步怎么样 他不但破尽了三界内外的见识祸 三界内是什么意思 外是什么意思 三界内是生死 外已经超脱生死了 超脱生死的菩萨也有尘沙的烦恼的 也有很威惜的烦恼的菩萨 所以是阶外的见识化尘沙祸 记绝也绝他 但是已经加了怎么样 加了六度万痕 布施齐戒也如精进传定般若 他受菩萨哼才是绝他 更进一步 与上面所讲的破尽了三界的见识祸 尘沙祸 无明祸 叫无明祸的觉者 那个时候大觉以缘 就成软门佛道 那个就是记觉觉他 觉门 从四相里面 他又经过那么多阶段 这个阶段都是有相和追寻的 可以看见阿罗汉 修阿罗汉 有阿罗汉书二、三、四、阿罗汉果 也有菩萨 也有布施的 布施齐戒也如成、禅定、精进 这个都是表面的四相里面的修行 在历史里面有讲一尊佛 菩萨有观音菩萨有大师之菩萨 准种无量菩萨 这个从四相里面讲佛 好 祸是什么 迷惑 迷惑就是所有的烦恼诈 所知诈就是你的迷惑 那么什么是见识祸 什么是承煞祸 什么是莫名祸 那么这个都是迷惑 我们没有觉 什么是不觉 不觉就是迷惑嘛 好 那么我们先探讨一下 什么是见识祸 三件里面的见识祸 见祸一种 识祸一种 见祸是见到的祸 识祸就是收到的祸 见到和断分别而起 见祸就是怎么样呢 如果是见到了这个正理的时候 你开始可以断你的见祸 它是容易断的 那么见祸基本上是这一生里面 你累积下来的 你的贪嗔痴 你的身见 边见 见 取见 戒见 邪见 贪嗔痴 慢一见 十个贪嗔痴 十个贪嗔 十个贪嗔 这个贪嗔基本上就是这个我 我相很重 我下面有很多解释 解释那个身见 边见 见 取见 戒取见 邪见 贪嗔痴 慢一 十个贪 这十个贪 它有分别的妄想的 关于它这个详细的解释 基本上就是我相很重 圣见 就是五蕴里面起的这个我 边见 于我见上直长直断 什么是直长呢 有很多人说 我死了以后不要紧 我杀一生也是人 人永远的轮回是人 出生 他永远都是出生 常常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直长见 这不一定的 人可以轮回出 下地狱 饿鬼的 所以这个是边见 直断就是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反正我快乐就可以了 我这一生断了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我找寻快乐就行了 贪嗔痴 杀到人忘 我都可以做 只要快乐 我什么手段都可以做 那么这个就很惨了 这个是断见 见取 你执着了身见 边见 斜见 你执着了它是最好的方法 修道的方法 戒取见 你执着了非戒法 戒法为戒法 你执着了戒相也是戒取见 如果是你对你的戒律里面 你执着的老老的守死的戒律 一点都不知道要活学活用的 结果就是执着了戒了 也是戒取见了 斜见大家都知道了 不悟因果 贪 大家都知道了 撑 愤怒深的心 吃 迷惑心圆静 吃掉了正念 慢 自大清它 自战毁它 疑 迷心怪理 犹豫不缺 这个是见惑 施惑 施惑难一点的 难断 为什么难断呢 施惑是很多事 生生世世 前生前世 累积下来的 很难断 这个顺其的力量 这个种子难断 也是贪嗔痴 它要修道更进一步才可以断的 本来你这一生生下来 你就有种子在里面 见惑大多数是这一生 你学坏 你学得不好 你学坏 你没有修行而引起的 施惑就是前生带来的 我现在只是讲了见施惑 还有沉沙惑 无名惑 你也要知道的 沉沙惑是菩萨应该破除的 菩萨也可以破除这个沉沙惑 无名惑是佛才可以彻底的破除 无名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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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